蘇晏霈近日在市井豪門 是演遭青梅竹馬的未婚夫拋棄 甚至為了幫助對方的事業 而入獄的劉嘉雯 在劇情中她得知未婚夫 已經和事業合伙人結婚 大受打擊的狀況下 肚子裡的胎兒卻不慎流產 悲慘的遭遇 讓不少觀眾看了都相當心疼 對此蘇晏霈表示 過去的角色也大多被拋棄 不過事隔三年多 這次要詮釋的角色更不一樣 由於劇中自己剛流產 所以身心俱疲 就像是又失戀一次 她也直呼大概哭超過一公升的眼淚了 所以她也透露拍攝前 自己在家裡做了非常多功課 一個人靜靜的讀完劇本 感受孤獨和身體的痛 把所有不好的能量 都放進去身體裡再次宣洩出來 加上對手演員也相當投入 甚至在導演喊咖之後 自己的情緒還停不下來 持續哭到休息室 久久無法平息 片段一播出讓不少粉絲直呼 真的太會演了啦 好期待後續劇情的發展